西谷 你给戴姐化个妆吧 反正现在南初也不在 我看你平时 化得还挺好的 没事 你 你帮个忙呗 韩董 韩初 节目出来 效果不错 是啊 我也没有想到 消防题材的热度 竟然有这么高 公司打算趁这个机会啊 把你往隐世方面发展 目前 有几个本子 已经递过来了 回头我让沈光中 好好看看 先替你把把关 韩董 公司对我是不是 有点太着急了 怎么 你有什么想法吗 我也没有什么想法 公司安排给我的工作 我都会尽力完成 但是您也知道 咱们签约的时候 就说好了 我得留点时间给孟母舍 我去文学 杰哥 这样吧 你先安心把节目录好 我社 再协调 我的脸怎么了 你都給我用了些什麼呀 我什麼都沒用啊 天哪 姐姐你的臉好可怕 這還怎麼拍啊 嚴老師嚴老師 那個咱有話好好說 咱先別衝動啊 你給我讓開 沈總 她都害姐姐毀容了 你還護著她 芝依你少說兩句 那個 嚴老師看好像就是 單純的皮膚過敏 應該沒什麼事的 我現在皮膚什麼狀態 你都看見了啊 你到底在我化妝瓶裡 用了些什麼 你今天把話給我 說清楚 不是 誰指定你這麼幹的 說 執意執意 我真的什麼都沒做 我什麼都沒用啊 是啊是啊 肯定是 不會有事 什麼都沒做是吧 不是嚴老師 你看啊 那個西顧平時 她呢就是雖然粗心了點 但是不可能 幹出這種事的 沈總 你才認識她多久 而且就算她不會這麼幹 不代表別人不會指定 她這麼幹吧 你少說兩句 姐姐 我們報警吧 怎麼了 徐智穎這話什麼意思啊 你看呢 南初 怎麼回事 韓董 你看姐姐的臉都這樣了 都是這個人 像這種不知道 哪裡來化妝 是真該趕緊開了 西顧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南初姐 其實我就是在 很正常地給她化妝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回事 你用的什麼化妝品 化妝品都在那兒 來 西顧 給我化個妝 用同樣的化妝品 愣著幹嗎 等一下還要錄節目呢 抓緊時間吧 眼袋 美妝袋給我用一下吧 用一下 iksit 你看啊 这化妆品没有什么问题 西顾呢 也不会做故意伤害你的事情 这就是个误会 你脸上应该就是过敏了 西顾你怎么回事 你给我们演云化妆 这么不小心的吗 徐志义 咱们是来录节目的 不是来演过录剧的 你什么意思啊 严戴 赶紧去医院看一下吧 对对对 严老师 严老师 那个车安排好了 那个脸还是最重要的是吧 我们去看一下吧 韩董 我说是哪里有问题 这个人就是个新来的 而且姐姐的 你陪姐姐去医院 韩董 要我过去看医院 宗哥 怎么啦 宗哥 我有话跟你说 难道呢 谢谢你帮我 妥大事啊 你至于吗 就你这点小胆 你能干出这种事啊 打死我也不信呢 好了 聊往心里去啊 陈总 周道元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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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着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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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说颜带在脸肿了 没事吧 没什么事就是有点红 已经送医院了 我马上去看看他 你先忙吧 那好 那我先过去 好好好 您先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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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咱们要不要过去看看 联系夏医生问问情况吧 正好他们那个急救教学 一起跟他说了 联系夏医生的事啊 我交给大刘了 你联系就好了呗 指导员关心队员生活是吧 小意思 你关心关心你自己吧 小意思 我